离婚后仍是朋友的四对明星夫妻,网友,最后一对杜梁真大。 离婚后仍是朋友的四对明星夫妻,网友,最后一对杜梁真大。第一,吕良伟和周海妹。 吕良伟和周海妹两人都曾是红极一时的大腕明星,当然两人也曾经是一对夫妻,只是两人的婚姻就像是过家家,1989年吕良伟带着周海妹在美国花了35美元就注册结婚,然而想不到的这对新人也在同年有离婚了。 虽说如今两人已经离婚快30年,但是两人私下关系处理得非常的好,离婚后两人依旧保持着朋友关系,在碰头全无嫌弃,除有说有笑外,还会揽腰合照。 第二,马景涛和吴嘉妮。 马景涛和吴嘉妮两人因细生情,最终在2007年注册结婚,婚后生嫁两个儿子。 而让人想不到的是原本幸福的两人就2017年宣布离婚。 离婚后的马景涛跟吴嘉妮没有上演互撕窗八大战,反而相互祝福,今年暑假他带两个儿子到美国上下令营,行前父子三人先飞去宁夏的银川探吴嘉妮的班,他甚至发微博天天,欣欣的敬妈咪,快乐的工作,开心的恋爱哦。 第三,李亚鹏和王菲。 作为娱乐圈天后级别的王菲感情备受关注,早前和才子斗维结婚,有一个女儿,最终离婚。 后来有嫁给名气不如自己的内地小生李亚鹏,然而还是在生下一个女儿后离婚。 离婚后的王菲和谢霆锋走到了一起。 和李亚鹏离婚后的王菲虽说已经离婚多年,但是但两人还是像朋友一样非常坦然,并且经常一同带着两人的共同女儿李嫣出去玩,对于王菲和谢霆锋,李亚鹏也是大方地送出祝福。 第四,谢霆锋和迪波拉。 谢霆锋和迪波拉两人一起生活了17年,还生下了儿子谢霆锋和女儿谢霆霆,但是最终这对备受关注的夫妻二人还是分手了。 要说这家人简直堪称奇葩,离婚后的谢霆锋找了一个小49岁的小女友,而迪波拉也找了新男友,长大后的儿子谢霆锋找了一个比自己大11岁的王菲在一起。 而女儿谢霆锋非文众多但至今单身,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谢霆锋和迪波拉离婚后还是彼此的好朋友,甚至谢霆锋与小女友和迪波拉以及其现任老公,四人同时逛街,有说又笑,可见两人关系处得十分之好。 为此不少网友直呼,度量真大。